当街头艺术正在世界各个角落慢慢崛起之际 美国赫赫有名的艺术家卡伍斯 日前就带着他自创的巨型卡通雕像 到世界各地举办巡回展览 而这个巨型雕像 昨天正式的登陆香港维多利亚港口 这名艺术家就希望借由这个艺术作品 提醒忙碌的城市人 放慢脚步和节奏 好好地享受生活之美 从高空鸟看香港维多利亚港口 就会看到一个全灰色的庞然大雾 面向碧绿蓝天 悠哉地躺卧在水面上 而他的周围则有游艇不断穿梭 形成维多利亚别具一格的独特风景 这个37米长的巨型卡通雕像 出自美国艺术家卡伍斯的一双翘手 我感觉他的感觉很适合 放松地在水中 我喜欢他的形状 我感觉他会比较好 比较好 跟香港的航空和航空 如此一个扬名国际的剧作 自然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当地人 前来拍照打卡 卡伍斯希望可以透过 这一个卡通雕像 提醒繁忙的都市人 适当地放慢生活脚步 卡伍斯独创的卡通雕像 将从昨天开始 不分昼夜地躺卧在香港最为防茫的 维多利亚港直到这个月31号 以传达现代都市人忙里偷闲的精神信息 MTV7综合报道